流理台 让我们快速核查一下您需要用到的组件 以便做好准备,顺利完成安装 首先,从包装箱里取出所有组件 它们包括一个eSpring一支援净水器机件 电源供应器 分流器 而在分流器上附有一个塑胶旋钮和一个金属连接环 在工具包里有一个螺纹接管 一个通用接管 两个胶索 两个L型弯管 两个喉嘴、胶喉以及胶喉拔除器 确保您把eSpring一支援净水器安装在供应冷水的水龙头上 不论任何时刻,都不可让热水流入净水器里 如果您的水龙头末端有爆气器或塞网 请先将它旋开,并把旧垫片取出 将分流器上的塑胶旋钮旋下 把旋钮和里面的金属连接环放在一旁待用 共有四种方法可以完成分流器的安装取决于您的水龙头形状 我会一一讲解这四种方法,确保您找出最适合的一种 如果您的水龙头螺纹是在外侧 就把塑胶旋钮套向金属连接环 然后把连接环和塑胶旋钮旋紧在水龙头上 接着用一枚硬币旋紧 如果您的水龙头太小 就把螺纹接管旋紧在金属连接环上 然后取出垫片 把塑胶旋钮套向金属连接环 然后把连接环和塑胶旋钮旋紧在水龙头上 接着用一枚硬币旋紧 如果您的水龙头螺纹是在内侧 就把螺纹接管旋紧在金属连接环上 把塑胶旋钮套向金属连接环 然后把连接环和塑胶旋钮旋紧在水龙头上 接着用一枚硬币旋紧 如果您的水龙头没有螺纹 就必须安装一个通用接管 将四枚螺丝松开 直到螺丝的终端触及通用接管的内缘 把下轴环顺时针方向转两圈 让下轴环宽松地附在通用接管上 把通用接管往上推向水龙头的出水口 直到它顶住接管底部的内侧为止 如果水龙头的外径太大 就先悬开下轴环 取出塑胶套筒 再将下轴环转半圈 让它宽松地附在通用接管上 把通用接管对正水龙头出水口 把接管按向出水口不放 同时用螺丝起子均匀地旋紧通用接管旁边的四枚螺丝 锁紧通用接管的螺丝后 逆逆时针方向把下轴环旋紧 把塑胶旋钮套向金属连接环 然后把连接环和塑胶旋钮选紧在水龙头上 接着用一枚硬币选紧 不管您用的是哪一种接管 都必须让分流器与水龙头接管顶住密合 然后把塑胶旋钮锁紧在分流器上 下一个步骤是把胶喉连接到分流器 首先,旋开分流器后方的轴环旋钮 让旋钮内的螺纹背向胶喉 把大的旋钮套上大条的胶喉 小的旋钮套上小条的胶喉 很简单,对吧? 再把大条的胶喉连接到在里面的大浸出水轴 把小条的胶喉连接到在外面的小浸出水轴 用手把旋钮锁紧 您也可以用胶锁把胶喉绑稳在水龙头上 现在,您已经把胶喉的其中一端接好了 接着要连接胶喉的另一端 把净水器基建放在流理台上适当的位置 确保水龙头上的胶喉有足够的长度能接到基建 而电线也有足够的长度把电源供应器插进插座 现在,把净水器的顶盖掀开 取出电子模组,放在一旁待用 不要放得太远,因为您待会需要用到它 如果胶喉太长,您可以用尖刀把胶喉切断 别在胶喉并连之处切断 同时,两条胶喉切断的长度必须相同 要找出适当的修剪部位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轻轻把胶喉拌开 看看它的哪个部分没有并连 必须沿着笔直的线切断胶喉 而且要修平切口 如果在这之前,您的用户指南一直都没机会派上用场 那么现在是时候把它拿出来亮相了 您必须找出指南里的胶喉图示 把大小胶喉放在图示上面 用一支笔在两个键号处各画一条线做记号 然后把喉嘴按大小套在胶喉上 把大小L型弯管插进基件上的相关位置 您会感觉到阻力 继续用力把软管推进 直到触及记号或看不见记号线为止 现在,把每条胶喉插进相关的L型弯管里 您会再次感觉到阻力 继续用力把软管推进 直到触及记号或看不见记号为止 水是根据分流器上的选择钮的位置而流出 第一个选择钮位置会以花洒方式流出自来水 第二个选择钮位置会以直流方式流出自来水 第三个选择钮位置会以直流方式流出eSpring滤进水 现在,您的进水器已经准备好流出滤进水了 先扭开冷水水龙头 把选择钮转向滤进水位置 让水从水龙头流出几分钟 开始时,滤进水里可能出现气泡 颜色也会烧身 别担心 流放5至15分钟之后 滤进水就会变得干净又清澈了 检查胶喉和L型弯管接驳的所有部位 确保没有漏水或冒泡 如果发现漏水 请参与您的用户指南的故障排除部分 把分流器的选择钮转向自来水的位置 然后立刻关掉冷水水龙头 这是您每次用完进水器之后 关掉分流器的正确方法 现在还剩下几个步骤 您就要大功告成了 这最后几个步骤都是最容易的 先把电源供应器连接到电子模组 把电子模组放回到基建里 再把电线收进背面的凹槽里 把胶喉整理好在适当的位置 将胶喉拔除器收藏好 以便日后使用 把顶盖重新盖好 现在您可以把电源供应器插进插座了 记住进水器必须实时接通电源 等待显示面板发出B一声 您可能需要等30秒钟 扭开冷水水龙头 把选择扭转向滤浸水位置 确保显示面板上的杯子亮着蓝灯 这时候滤浸水就会从水龙头 流进E-Spring液滋源浸水器 然后流进您的杯子里 E-Spring液滋源浸水器会照顾您的健康 但是您也需要对它小心爱护 记得要监测紫外线探滤心霞的寿命 浸水器会发出信号 提醒您什么时候需要订购新的滤心霞 当需要更换滤心霞时 它会再次发出信号提醒您 当滤浸水流出时 最后一格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并发出B一声 就表示滤心霞寿命只剩下不到10% 这时候您还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订购新的滤心霞 当滤心霞需要更换时 更换滤心霞的文字会变成红色 滤心霞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滤浸水流出时 浸水器会不断发出BB声 每隔两年必须更换一次分流器和浇喉 不要紧时间还长得很 现在您只需要多享用几杯 eSpring滤浸水就行了 恭喜您大功告成 如今 eSpring会把清洁的水源带到府上 让您和您的家人受益不前 现在您暂时忙完了 不妨奖赏一下自己 先来喝一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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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